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人是满满的后悔,想回家,节目组的安排下,自动奔到唱跳组,认识到詹米斯,汉语,亨瑞,通过汉语的热闹和开朗,还有詹米斯的温暖和他需要翻译的需求,让我快速的找到失识感,开启了训练的生活,就开始天上飞了,成部落的时候呢,在给詹米斯翻译规则的过程中,蒙蒙成了我们俩的部落,后来齐哥的加入就开启了一公耶乐的准备,这首歌曲准备的过程中我非常开心, 排练完回到宿舍一起创作音乐,我人生中第一次像乐队的成员的感觉,谢谢你们。 二公给我们一个联盟的机会,跟静爸和两个儿子小白和汉语一起准备悟空和鞋子特大号,这个联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静哥的幽默,丰富的才华,责任感,还感受到了小白的超能量,音乐品味和善良的心,这时候呢也感受到了汉语的认真,为了营造大家气愤,自己的努力, 这个联盟让我很开心,很满意。 三公,很遗憾让我们联盟分开了,但同时遇到了很有智慧,文化,温暖的po歌,独特风格音乐才子Ricky,私下端正但台上野兽的刘迦,真的不平凡的欧阳靖,为了花季和不超级的马里奥,准备呢,做了很多临整调整,但是哥哥们的认真,投入,顺利的完成了我们的满意舞台。 四公,我们准备了一场solo舞台,七哥的战,一场双人舞台,我和欧阳靖的你要跳舞吗,还有一场七个人的全阵营的打拉蹦吧,这个时候在游戏规则下,这一路上第一次有一种要赢的感觉,我们所有人的压力很大,成功地保护到我们全阵营的时候,有一个瞬间我们大家互相抱着流了幸福的眼泪。 武功的时候,我们加入了很稳重潇洒的卓哥,很用心不择的人云龙,强大实力的天话哥,隐藏了很多才华的小风哥,还有独特音色的音乐人汉文哥,准备了他来听我的演唱会,南海别哭,还有触及到我心里的如果还有明天。 准备的过程中,我印象中很忙,回到宿舍,很多的单纯的,简单的享受时间减少了,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创意,沟通,练习,彩排。 虽然很辛苦,因为有哥哥们的陪伴,就有动力继续披荆斩棘。 这一路上,想要感谢的人太多了,谢谢我老婆最开始鼓励我,说服我来参加到这个旅程中,还有背后一直支持我们家庭的七妈妈。 感谢芒果TV,感谢总导演孟芝姐,感谢舞台导演果果,李娜,Andy,感谢阿肯老师,陈老师,清姐,狮子老师,一直很用心的娜娜,感谢我的很负责任的PD,菲菲,伊丽静老师,所有摄影老师们,还有每一位为了完成我们的每一个舞台的幕后工作人员们,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努力。 感谢一直陪伴我的工作人员,肖凯,肖骏,让头发天上飞的雪亮老师,Jenny,美琪,悠悠,李导,梳子,感谢每一位哥哥们的包容,认可和温暖的爱。 最后感谢支持我的粉丝们,此外还有蔡少芬当众喊七伟老公,张静小表情太抢劲,李承轩哭笑不得。 最新一期披荆斩棘的哥哥,节目组还邀请到了哥哥们的老婆,有蔡少芬,七伟,应彩儿等,期间七伟和蔡少芬的互动也是非常有趣。 其实七伟和李承轩之前就认识,两人曾一起参加了综艺节目《王牌》,当时也有过互动,而这一次两人再次见面自然是熟悉了不少。 期间七伟和蔡少芬同开发言的时候,七伟还表示,今天自己不是以老婆的身份来的,而是以一个老公的身份, 还声称要带走蔡少芬,听到七伟的暗示,一旁的蔡少芬连忙靠在了七伟身上,场面一度好笑。 看到这一幕,台下的张静一脸疑惑,小表情很实抢劲,而李承轩也是哭笑不得,但是跟张静比起来,李承轩还是比较淡定的了。 他跟七伟不侍夫妻,肯定知道七伟的性格,也明白七伟是在打趣,所以在现场也只能用笑容来演示尴尬了。 不得不说,只要有七伟和蔡少芬在的地方,根本不缺少乐趣,你们觉得呢,喜欢这俩人吗?